我们家少爷下个星期四 学校里他们的乐队第一次演出 其实他是小提琴手 但是他就这个学期练了一个学期 一学年了 一学期一学期 一学年 所以等于说他现在会三样乐期 钢琴架子鼓和小提琴 你说这个话心虚吧 心虚的 非常心虚 他可能架子鼓课都不想去上 然后他们老师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时候 跟他们说下星期四演出的时候要穿的是 演出礼服 但是因为他跟我说是中文 那么他们老师绝对是不会跟他们说中文的 对吧 所以我是反复问他 老师说的是suit 就西服 还是那个英文但是怎么怎么说呢 taxedo taxedo 还差不多了 就是就是就是小礼服 就是作为一个正宗的上海女人 其实 我们上海人这种东西是很讲究的 其实我从小就对这些东西有研究的 我插一句啊 我觉得就你这个上海人对这东西有研究 我们当年结婚的时候 这位人兄 这到17年前啊 这位人兄花了一万多块钱做了一套礼服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是结婚的时候是租的礼服 或者是买一套现成的西装 对对对 但是我是做定制了一套全羊毛的 全羊毛的小礼服 就在茂名路上面 对 然后带袖扣的 然后带腰封的这种 不是茂名路吧 瑞金路 可德鲁文是茂名路吗 水晶路 水晶路 瑞金路还是茂名路 老金刚跟别人是啥啦 老金刚跟别人是啥啦 完蛋了 李天长还没多少龙 老金刚跟别人是一个呀 对不对 瑞金路呀 不是新井江对面吗 对对对 老井江 拉到拉到 老井江 哎呀那个那个电影院旁边嘛 国泰国泰电影院旁边 花园饭店正对面 对对吧 我们婚礼是是是哪里 瑞金宾馆呀 啊 怎么了 你以为我会说成花园饭店吗 所以我们都是在那个周围 是吧 那卢安区的人 谢谢谢谢 鞋巴扯扯太多了 就说 我们今天带Eason去做礼服 不不sorry 借礼服的这个店 是我们Arcadia 唯一一家有借礼服和定制礼服和买礼服的 我觉得每一个美国的这种小city 对 它很多店都是唯一的一家 唯一的一家 然后还有再近一点的就是帕萨迪娜 帕萨迪娜那边有一个法国老头开的一家西服店 其实也不错的 经常打折 还有一个意大利老头开的一家裁缝店 也是专门做礼服和买礼服的 你怎么都知道的 男人呢 男人嘛 当然都知道的 那如果说以后 Ella要借礼服去哪里借 帕萨迪娜 帕萨迪娜有专门的礼服店的 那就跟卖婚纱在一起 懂了 就去那家店 那个很大的 对 那个是我们这儿 是我们Arcadia唯一的一家 而且为什么是租呢 因为Eason现在十周岁 对他来说 他这段时间 他的涨幅会很大 那我现在给他去买一件 定制一件 不管是买成衣还是定制 都是没有意义的 两个月后他就穿不下了 对吧 特别是礼服这种 还西服这种 你的裤肠 你的绣肠 都是有讲究的 那所以呢 他现在最合适的就是租 那么刚才视频里面 你们也看到了 其实那个裁缝师傅 还是蛮认真的 我们选好颜色 选好款式之后 他就在那边帮他量绣肠 和量裤肠 包括鞋子要什么款式 是亮面的 还是不是亮面的 包括领灯 他们都会给你去做 包括领圈的大小 都会帮你去改 其实还不错 而且价钱也不贵 对吧 最后我们付了多少钱 159块 160不到一点点 对 你看今天是星期六 对 我们今天来定付好钱 然后他改完 星期一我们可以来拿 对 星期一我们可以来 他这个价钱其实是租一周 差不多 我们Eason是星期四用 那么他订单上写的归还时间是星期五 然后不用洗 因为我记得以前在上海的时候 你要洗好才还给他 所以和上海的规矩还是有点不一样 真的不贵 我以前记得在上海租的时候一套礼服还是蛮贵的 你看在这里也就150多块美金 你真的不要把它换算成人民币 不能这么算的 你看159 160美金我们在这可以做啥 吃两顿牛排 我们两个人吃两顿牛排 就这个价钱对吧 而且比较有意思是其实等我付好钱我才意识到 好像也没有什么押金啊之类的说法 对对对在上海肯定你需要押金嘛对吧 这里也没有押金就直接付掉了 对而且其实今天因为是周末嘛 来租礼服的人还不少 因为像昨天 都是小孩子你发现没有 昨天我知道 昨天我在朋友圈上面看到的Arcadia High是搞化妆舞会 对然后毕业季 毕业季对的 然后男男女女全部都是就反正男性男生都是这种礼服 女的都是那种Dress对吧 然后就带着面具的带着这种反正反正搞得花里不少的 我个人觉得作为男性来说的话 Eason今天还是其实蛮兴奋的 他进去之后他还会问我这个衣服该怎么穿 这个袖子该是怎么样 那个袖扣是什么 领结和领带是怎么来配合 其实作为男性来说 可能天然对这种东西就有好感 因为suit不管是西服还是礼服都是以前的军服改的 其实男性为什么喜欢穿制服或者穿军服 西装也都是军服改的嘛 还马装改的对吧 燕尾衣服以前其实是骑马装嘛 但这里面我倒想要说 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来自于西方社会的东西 其实对于很多尤其像我们这种中国人还是比较陌生的 你刚才不是也讲的嘛 你十五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要穿所谓的领服 你妈是找了一件你爸的西装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为什么呢 是那个时候上海大卷刚刚开幕 那个时候的演出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是 看这种演出那你是要穿正装 那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 对我来说什么是正装 就是西服 那时候十五六岁我也没西服 我妈就从厨里翻了一套我爸的西服 它就不是黑颜色的 我这套年车是那个咖啡颜色的 然后给我套在身上 我们就去大剧院看演出了 其实我不是很开心 所以我今天觉得Eason会很开心 因为他就像个男人一样的 第一次接触到了男人该接触的东西 当然可能未来就是剃取刀杂 从照片上面来看 其实就这么试良衣的时候 试穿的时候的感觉 还真的是挺有份的 对我们这个视频等不到他演出那天 正式穿给你们看 但是我们可以在朋友圈 社群里放照片给你们看 他那天演出时候的样子 就正式的很fit的很修身的那套东西 穿的会怎么样 包括孩子第一次也尝试症状 他也跟我说 原来西服和礼服没有看起来这么紧身 没有看起来这么的摆症 这个我就要插一句了 我还印象特别深 以前在上海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 很多男生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 家里面也不是非常懂 自己也不是非常懂 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像你这样懂的 多买点时尚发扎 然后呢 现在时尚发扎还有 我们先不说这个 然后呢 很多人很有可能 连袖口的标签都不会拆掉 感觉好像像今天穿完之后 明天就要退货的一样 那你说的还和我们这个阵子 我以为你说的是 袖口的袖扣和普通的 根本我告诉你 就轮不到袖扣的 我告诉你 就我有印象的参加的 所有的我的亲戚朋友的婚礼里面 只有你第一是定做的一套礼服 还很合身 很合身 第二就是有很贵的袖扣 我们当时特地去买的 然后呢 整个的一个 而且因为你其实你别看他好像很胖 他其实身材这么多年没怎么变过 你记得后来 再穿也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我们只是没有把它带到美国来 还在上海的家里 还在上海的家里 因为男士的礼服 那西装我们都说 礼服其实都是可以改的 你只要找一个好的裁缝 或者你原来定制的那个店 你把它前片后片拆开 你重新缝一下 还是呢 还是ok的 如果你是定做的 那他当然穿的很舒服 我记得之前 唐顿庄园 我很喜欢这部剧的 对 然后有一个博主 好像叫什么塔克哥哥什么的 我忘了 他当时认真分析过唐顿庄园里面 所有男性的衣服 最后他其实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他说 人家为什么可以把这种 我们平常看起来 好像很拘谨的这种戏服 日常都穿的这么舒服 还是定制的 因为是定制的 完全是按照你的身材来的 所以他们还能穿着那种suit去打力 对啊 对吧 当然了大家也看过韩剧 韩剧里面那些这种特工 穿的这种fit的要命的 还能打架呢 然后可以打架 然后我们是深华侨 我们深华侨 在这边 你们也看到了店里面 其实不是我们有一排的 三个工作人员 一个白人老妈妈 两个都是华人 一男一女 所以在这里 其实你很多生意吧 你都能做 你只要你看准了 包括裁缝店 你不要看我们这边 只有一家是做礼服的 裁缝店还是不少 我们黑铁的裁缝店很多 对 不管是改衣服还是修衣服 都真的不是为了节约 而是裁缝这个很专业的东西啊 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以来 在上海也很少了 可能董家都没有 或者那种老裁缝有 但是你要知道 真的坐得舒服的 穿得舒服的衣服 真的你要裁缝去做 或者你真的有心啊 你也闲得没事干 你真的买回来的成衣 好的成衣 不是什么Old Navy Gap 他买了这种六成衣拿回来 那裁缝帮你稍微改一改 特别是像我太太 因为他在亚裔里面属于人高的 他买所有的衣服 袖口都不够长 所以那你就叫裁缝帮你稍微改一改 准确来讲是这样子的 袖口啊 腿裤长啊都符合的情况下 腰就一定是大的 很大的 然后呢 袖口和那些如果说是 就是如果腰身是符合的情况下 这个一定这个袖长和裤长是不符合的 那这就是我们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会做的视频的方式 就是拍一个小生意 聊聊我们自己 然后呢casual一点 也不要说一些有的没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 我们尽量就说自己身边的事情 让你们感受一下 真实的在洛杉矶乡想像是怎么一种生活 其实我们的心态很简单 最近有一些博主他爆火 我们会从这些人的视频里面 其实也看到了我们自己 我们也会尝试的去分析一些东西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 内心与我们无关 对 而且不光我们再做转型 我跟泰国的有一些视频博主 不是跟你说我们是认识的吗 这两天在交流的时候 他们也说的 他们会走出去 会不光是在泰国 会到整个东南亚里面去 就是疫情结束了嘛 这三年结束了 大家就开始往外走 大家开始享受真正的生活 何必窝在一个地方 或者去关心一些和我们 其实没什么关心的事情 好了 希望你们开心 我们继续度我们周末 一会儿陪着小子去剪头班去 拜拜